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云彩正飞扬》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林慧昕 很高兴能够在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的时间 与大家在空中相会 慧昕要陪伴大家展开元气满满的一整天 让大家工作顺畅 神采飞扬 你要帮我对主持稿啊 干嘛一直盯着我看 我的新娘子真好看 蔡文翰 我明天就要主持人复选了 你震惊一点啦 拜拜 反正你一定选得上啊 我不准你们任何一个人帮我 我要靠我自己的实力 再两个月你就是我妈的女儿了 当妈妈的当然要帮自己的女儿 对 搞啦 好 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云彩正飞扬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林慧昕 很高兴能够在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的时间 写下体温度正常 谢谢 谢谢 不安 你妈妈 哎 报告怎么样了 脑部都正常 暂时没有性命的危险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谢谢医生 不过 请你们要有心理的准备 结婚啊 就是一辈子 妈 我现在不想谈这些 长痛不如短痛吧 妈 妈 我现在不想谈了 我现在不想谈了 妈 妈 好 惠希 蔡媽媽 我知道該怎麼做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希望能帮上忙 不好意思 蔡妈妈 我还要做副剑 感谢观看 來 請問我 好 請問我 交給妳 好 姨媽 門口應該要裝個小鞋簿來紅花門檻 不然會線輪椅會卡住 不好意思 讓你搬這麼重的輪椅 應該的 明天我就請木工師傅來做鞋簿 不用了 我自己處理 蕙馨 妳現在不方便 妳可以走了 妳怎麼了 我們分手吧 蕙馨 分手吧 蕙馨 分手吧 蕙馨 蕙馨 妳走 妳不要想太多 叫妳走 蕙馨 妳走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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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我在外面 都在外面 鼓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你是不是去跟慧星说了什么 我能不说些什么吗 你根本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你不要什么 妍娇姐 我们目前没有去客服 可是你们跪来说还缺两位 谢谢你 特别跑一趟 下一位 丁慧欣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请你帮我接个电话 看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赵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李宗盛 你在做什么 你回去吧 你是怕我嫌弃你 怕我不爱你吗 李宗盛 李宗盛 吃点东西 李宗盛 你好几餐没吃了 这样活着 好痛苦 慧欣 我求你吃一点 妈 让我走 慧欣啊 妈妈知道你变成这样非常痛苦 看你痛苦 妈妈也很痛苦 我已经准备好了 等一下 我们睡一觉 就去天上找爸爸 妈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妈 你要做什么 妈 你要做什么 我们一起去 走吧 不可以 不可以 妈妈不可以 对不起 妈妈 妈妈 对不起 对不起 妈妈 对不起 妈妈不要 对不起 妈妈不要 对不起 不要你不要 不要 妈妈不行 不要对不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云彩正飞扬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林慧昕 很高兴能够在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的时间 与大家在空中相会 慧昕要陪伴大家展开元气满满的一整天 让大家工作顺畅 神采飞扬 你还没去复权呢 日期早就过了 你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没去征选 还有资格 去了也选不上 所以你更该去 你不用帮我 是你该帮你自己 以前 当主持人是你的梦想 现在更是你的责任 你变成现在这样心里有很多的痛 可是你不应该闷着不说 当了主持人 你就可以为自己发声 也可以为其他跟你一样的人发声 所以你是因为我没录取你 你故意来找麻烦 您误会了 我不是来向您索取我个人的赔偿 我只是希望贵公司可以修整一下无障碍斜坡道 让有需要通行的人可以更安全 我知道了 您请回吧 卫席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 黄经理 靠自己的能力活下去 只是本分 就算我现在录取你 你这个样子 怎么做广播节目 回去吧 黄经理 可以请您帮我一个忙吗 说吧 麻烦你把手放在腿上 请您把手放在腿上 现在不要用手 请把你的名字打在电脑上 你在开什么玩笑 您桌上的履历表 是我自己用电脑打的 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我做到了 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试出一集节目 做不出来 就别再来了 谢谢王经理 谢谢王经理 嗨 Siri 打给张亚如 请不吝点赞 让我给你一个人感谢 你会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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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